Hello 大家好 我是Gana Yenna 今天這條影片將會和大家拍一條我最喜歡的開箱片 將會和大家開箱就是一堆都是來自Pinkoi的產品 相信大家對於Pinkoi這個網站應該就不陌生了 它們是一個台灣的設計購物網站 裡面有很多都是來自亞洲設計師的產品 當中還有一些是來自我們香港的本地設計 我自己之前經常都很喜歡在他們那裏 看下家品和小擺設感 真的全部東西都很漂亮 還有當中有不少東西都是Made in Taiwan 就像我這兩年新年一樣 我都有去Pinkoi買國公館的廢廠 之前在IG story也有跟大家分享過 它們的設計是很有趣 跟普通傳統的廢廠不同 網上真的很有創意 貼在家裡也很漂亮 現在Pinkoi舉辦一個活動叫做女子購物 在網站上有過千個品牌提供 如果單館購買不到300港幣就免運費 所以我今天這段影片就是想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們這個網站有什麼好賣 大家看完就可以馬上去購物 有興趣的話就繼續看下去 首先第一件要跟大家介紹的東西就是 我搬了屋之後 已經馬上去他們的網站落單的一件事 就是這個 原木化妝架 這個化妝架是我之前去Sooine家裡的時候 看到它在使用 我覺得它真的很漂亮 所以我搬了屋之後馬上買了它回來 先不說其他東西 大家真的只看下它這個樣子 在化妝桌上值100分 因為它本身是木製 所以其實看上去已經是很有質感 而且它真的很實用 我很喜歡它上面這些洞洞 可以放上化妝掃在上面 因為之前我自己的化妝掃是要用一個杯子裝起來 但是掃全部放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逐支逐支拿是很難拿的 但這款它就有很多不同的洞 是可以獨立放一支掃進去 而且它還要有設計到這些洞洞 那些大小全部都不同的 就算有時候是你的濕粉掃比較粗一點 你就可以放在一些大一點的位置上 有些眼影掃很細支 你又可以放在這些很細的洞洞 它的設計真的很好 中間這些位置我會放一些常用的東西 好像是一些粉餅粉盒 或者經常都會用到的面膜機 它最貼心的一個設計 就是它還做了這個位置 是可以讓我這樣放一部電話在上面 所以變相是平時 塗Skin Care或者化妝的時間 都可以放一部電話在上面一邊看東西 這個收納架是Made in Taiwan的 安裝都很簡單 來到之後就這樣 插回這四支柱仔的一個洞洞 然後把它上下夾在一起就已經可以了 它們這個設計館我看到它們還有另外很多原木做的小嘉賓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可以看一下 如果你的化妝桌還餐一個化妝掃的收納架的話 我嚴重推介大家買這個收納架 真的又漂亮又好用 第二樣想介紹給大家的東西就是這個水晶的消磁盒 大家只是看一下它這個樣子 我相信都不用解釋為什麼要介紹給大家了 它真的很漂亮 如果有帶開水晶的話大家都知道了 因為水晶平時帶在我們的身上 會面對過一些不同的人和環境 其實都會接收到不少的負能量 每一天回到家之後其實都是要幫它消磁的 要幫水晶消磁的話其實都有很多種方法的 可以放在蒸軸、蒸柱又或者一些白水晶的水石 其實我對水晶就不是真的很有研究 我自己都是因為之前貪得意覺得很漂亮 我就買了一條月亮石 但因為我另外也有一個零擺的 是之前上瑜伽課的時候有一個送給我 它都是一樣跟水晶是需要淨化的 所以我之前就有買到一個小小的蒸軸 將它們一起放在盒子裡算了 直到我看到這個消磁盒 它真的很漂亮啊 買這個盒大家看到了 裡面黑色這個黑曜石水晶是本身它跟著的 另外這些就是白水晶加月光石的水石 這個也是包在整個盒子裡的 超方便啊 變成這個盒子就不只是收納盒 然後要自己再出去買那些蒸軸或者蒸柱 連在一起就好了 還有這個盒子我覺得比起 我在網上看到它整個手感是比我想像中更加好 因為它這些金邊全部都是做得很仔細 還有一點都不刮手的 打開了之後這個位置就有一條鏈扯著這個蓋子 整個盒子的設計真是漂亮得不得了 我就放了我的零擺和我的月亮石在裡面 其實還可以放多幾條水晶鏈在上面也還可以 但我就沒有坑入到那麼深 就是我沒有買到很多條 但如果大家有玩開水晶的話 真的可以考慮一下這個 這個東西真的放在桌面上 我覺得已經是一個擺設了 第三樣想推介給大家的東西就是 這一款可以掛在牆上面的植物掛式 這一款它是手工編制的 我超喜歡它 我一直都超想買這些可以掛在牆上面的掛式 可以放一個盆栽在上面有些草吊下來 掛在客廳應該很漂亮 這一款它就是中間這個位置可以放到一個 三至四吋的盆栽 但這款我就沒有空出去買植物 而且還沒有空轉場 所以就還沒有掛起它 它們這個品牌可以提供客製化的服務 可以根據你們自己想要的盆栽大小 去做你們想要的尺寸出來 例如大家想放一個大一點的盆栽 這樣也OK 就算你真的家裡不想放植物 我覺得就這樣掛在這裡也很漂亮 然後就想跟大家說一些關於美妝類的產品 首先就有我手上這一款 Up Circle的杏核人卸妝膏 這一款卸妝膏我一收到它的時候 我已經覺得整個包裝很有質感 它下面這個位置是做了一個磨砂的設計 都蠻漂亮的 這款卸妝膏其實我都用了幾次 用上去的味道其實是蠻清新 有一點點像檸檬草 還有它都捨得蠻乾淨 裡面有一點粒子 但我覺得這一款就比較適合乾性皮膚使用 特別是冬天一些很乾燥的天氣 因為它洗完之後 你是會好像有層油在你臉上 但是這一層油在你用完洗面膏之後 就會回復正常的了 用完它之後再用洗面膏 然後你就會覺得臉是一點都不乾 而且都蠻保濕的 它的成分裡面是有杏陶核人 可以做到高效保濕 另外都有黑膠磷種子和沙擊油 成分是100%天然 而且都是純素的 還有它是英國製造的 它們的品牌另外都有很多是純天然的產品 大家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去看一下 然後就來到林三益這個禮品盒 林三益這個品牌應該真的很多人都有聽過 它們是一個台灣化妝所的百年品牌子 這個品牌我真的很小已經聽過它們這個名字 但是我這次就是第一次用它們的掃 它這個禮品套是有兩枝掃的 一枝就是粉底掃 一枝就是碎粉掃 這兩枝掃大家只看到它的樣子都已經覺得它很美 它是比較短一點的 而且用了上面之後 我終於知道為什麼它們這麼出名 它們這隻化妝掃的毛是超滑 還有很細緻的做到 我挺喜歡這枝粉底掃大家看到嗎 它是特別中間這個位置是尖起來的 這樣就看到了 它兩邊是斜下去的 零零細細的中間突出來了 這個設計我覺得塗在鼻翼中間 這些位置是非常好用的 這套裝裡面還有兩枝細細枝洗掃的清潔液 但是這兩枝我暫時沒有用過的 但我很喜歡它這個可以用來洗掃的九公甲給大家看一下 它這個顏色很漂亮 而且它的設計非常好 它後面這個位置是可以給大家插三隻手指進去 可以套在手上用來洗掃方便很多 所以這個我也很喜歡 接下來就跟大家說一樣 基本上都是現在的日用品 看到了是什麼呢 這個是它的包裝 但也很漂亮 裡面就是一款洗手噴霧 還有噴霧式的護手箱 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就是它們的免洗手噴霧 這款就是hand care 它們的牌子應該是讀Obo 而它們這款噴霧一共是有九種味道的 老老實說我是用顏色去選擇那個味道的 因為我覺得白色是最漂亮的 所以我就選了白色 這個味道是叫水生花造香 它真的很香 這個是香到噴了上手之後 是直接不覺得自己在噴酒精噴霧的 是香到好像噴香水一樣的 還有它的前調、中調、後調都不同 你第一秒噴下去 你是會有聞到少少的酒精味道 但過了兩秒之後 它已經變成了一種超清新的花香味 真的很香很香 這不是開玩笑 我自己都超喜歡這個味道 它們這款免洗手噴霧是有75%酒精 如果是整個小禮盒購買的話 就會跟著這款hand care的噴霧 還有它們最近換了新包裝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這個就是它們新的包裝 這個包裝很漂亮 是跟著這條鏈好像手袋一樣 還有它這款噴霧大家也看到 它是有跟著矽膠和鑰匙扣的 大家就可以把它掛在手袋上 平時有時初手翼的樣子 的設計不是很漂亮的 但是這一款 它的樣子這麼漂亮 大家就可以很放心把它掛在手袋上 方便用 掛在這裡也很漂亮 接著就跟大家介紹一下 一些運動類的產品 首先就先講一下 Flexi Flow的這一件BRA TOP Flexi Flow是一個香港的設計品牌 這件BRA TOP我覺得很漂亮 它整個的設計很特別 它中間是做了一個網紗的設計 其實不會很明顯的 因為它本身中間的孔孔是做得很小 所以大家看到我就算它掛到這麼前 都不會說真的特別好透到肉 所以不用擔心太性感 再加上這些空前中門大開的設計 對於好像我這些身材不是特別好的女生來說 其實穿上去是一點都不會性感的 只是會有健康的感覺而已 而且它這款面料其實都挺挺身的 穿上身都很舒服 而且它的背面是做了一個交叉帶的設計 而且都是霜帶 漂亮得來都很夠支撐到的 再加上這一款是白色 基本上搭什麼顏色的Legging都會很好看 接著都是來自Flexi Flow的 就有這一款 一款很薄的瑜伽墊 我先打開給大家看著 你們看到摺完它之後 都是很細張很薄的 所以這一款拿出去是很方便的 打開給大家看看我選了什麼顏色 它是一款紫紫粉粉 一些很pastel很少女的顏色 我想應該很多女生都很喜歡這些 這款墊你看它這麼薄 所以它如果拿來普通拉筋的話 我覺得OK的 但是如果要做一些高難度 小小的瑜伽動作 真的可能要寫一寫力的話 它就真的不夠厚了 所以這款墊其實是可以拿來 鋪在一些真正厚小小的瑜伽墊上面 特別現在是疫情這麼嚴重 可能遲些如果大家出去上瑜伽堂的話 你們都未必想坐 或者是睡在一些公家的瑜伽墊上面 這些時候大家就可以帶回自己 私人的瑜伽墊 你們可以用它鋪在一些 外面厚一點的墊上面 這樣就衛生一點 還有打卡拍照出來 你張墊是漂亮一點的 再加上它後面這些免料 都會絕著瑜伽墊 所以你就不用怕它會走位 接下來要跟大家介紹的都是噴毛 不過就是一款碎棉噴毛 這款噴毛是大家可以在睡前 噴兩三下在你的枕頭 又或者在你的床鋪上 是可以幫助你入面的 之前我經常都很想找這些精油來試一下 看看有沒有辦法去幫助我 可以睡得好一點 這款的成分是全天然的 它的味道是薰衣草、甜橙和萎莫 我覺得它真的很香 它一噴出來的味道 其實都真的挺香的 但我覺得噴完它 過了一會之後 它的味道開始嗅下去 就真的會令人感覺舒服一點 而且整個心情都會放鬆了 所以我會在睡前 可能十分鐘才噴一噴在枕頭上 到睡的時候 慢慢聞著它的味道 我覺得至少整個心情是有放鬆一點 所以這款我到現在也有慢慢在睡前噴一噴它 剛剛就跟大家說了這麼多 我在Pinkory上的心水產品 當然就有一個優惠給大家 如果大家在Pinkory買東西的時候 你是第一次在他們下單 在3月1日至3月14日期間 記得打完我的優惠碼 AD YENA 記得打完那個AD 就可以額外減20港幣 如果大家有看得對的話 就快點在這段時間下單 因為再加上他們現在有很多設計館 都在做單館賣滿300港幣 就已經免運費了 而剛剛所說的所有產品 我都會在下面那裏放他們的連結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就去看一下 買東西的時候 記得用我的優惠碼 今天這條片就到這裡為止 如果大家喜歡的話 記得給我一個Like 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也可以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記得按Youtube旁邊的小鐘 如果我有新片出的話 我就會第一時間通知你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Bye Bye